在看我们的影片之前 请先帮我们按下订阅 谢谢 大家好我是阿丁 阿丁克斯 欢迎收看我们很高贵的频道 你们以为我们要去泰国哈? 不是,这不是泰国 我们只是去KR 不然我们去KR去吗? 我们去KR就是要打算吃那边 最差的最差的餐厅 因为在丙丁找没有 最差的餐厅 我们要去KR,KR才有 假设我们其实在槟城 做蛮多的搜索 就是找不到一间搜索 很难吃哦 我也是很奇怪 在槟城虽然是美食天堂 但是应该会有难吃的食物的嘛 可是这个应该已经被毁灭了 没有这个应该 BNA就是BASS 所以呢,我们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呢 他就介绍我们一个 KR工人最烂的自助产 所以我们来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的评论有多烂啦 其实他第一个review呢 就是在一个月前啊 然后他的留言其实也是蛮好笑的 他就是有模仿一点低清的说话方式 来,我念给大家听 所以第一句就是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差的火锅 汤,没有味道 Blai以为加了钱 会特别好喝 哪里知道 一样 食物,不卫生 苍蝇在上面 都没有人管 还以为随便吃一个猪肉片就好 哪里知道 还是 太太太太难吃 还听到这样 以为喝水饱嘛 他以为要喝水饱 可是他讲 如果连pation fruit的水都可以弄到 好像他阿嬷的 antibio 这个 我阿嬷都没有这样对我 骂桌子的腹 哪里骂餐鸡 弯弯啊 你以为 重点是 我看到里面这样多个旅渭 有一个是最恐怖的 就是他在汤底里面找到有一只蟑螂 有一只蟑螂 那所以如果我叫麻辣坛的话 红红 有一只蟑螂在里面 我要怎样看到呢 不知道好像在喝蟑螂看 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吗 还有甚至 有人还拍到了蟑螂的照片 但是他没有在堂底 他在那个火锅的旁边 爬来爬去拿 就是这张照片给你们看 OK 所以现在多一下呢 我们就要去睡觉 然后每天早上一早 我们就要下去KL了 然后我们有东西在那边做 然后我们直接去挑战那边 那边吃蟑螂吃的X1 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 到底这些留言能不能用啦 因为有些留言是写得很差 其实是OK的 不知道啦 相信是真的吧 因为不可能 这样多个comment一面倒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那边见了啦 直接给你们看一下啦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所以直接进去啦 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哇 里面在看电影就是没有什么人啦 因为现在是午餐时间 准准一点 可是你可以看到里面 我们是唯一的客人 所以应该就知道了 Let's go 所以我们现在就到里面了 然后我们刚才看它的Millennial 是有免费的汤啦 可是我看很多人留言就讲它免费的汤 不好喝 就加一点钱升级 换不一样的汤哦 我这个是四川麻辣汤 我是猪骨汤 讲到那个味道呢 其实我修汤的味道是OK的啦 可是我们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种 汤味 我觉得是假味啦 就是那种 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就是酸臭味吧 可能我也不知道怎样啦 因为它环境是没有人的关系 然后可能就是放在那边一整天这样走 所以它就是拱到一个味道 我觉得它的空气也不是很流通那种感觉 就好像闷在一个地方吃东西了 可是我发现我修到的那个汤味道是还不错啦 我的汤也是OK的 所以它这个宝贝的款式就是它这边你看 Despel 你看要不要这样 Suziki 啊 就有一点像那种全转寿司的感觉 就是它的全部材料就是放在这个盘上一个个转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它的选择来来去去 很多的 我看到它基本这边转的料都是蔬菜类啦 是没有肉类的 金针菇啊 蘑菇啊 而且它就是好像垃圾水这样 然后放一整天啊 它的冰好像溶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 还有那边有 海鲜 我跟阿Tikon有漂亮 Bokmary的声音哦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肉 是不是很鲜耶 其实它的颜色就是很黯淡啊 然后它的周围都是它运动 所以我们要电商表露到很开心 让它就知道我们来讲他们的坏话 所以for它的肉来讲 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像往上讲的 真的就是很Wall in p的那种 就是冷冻的 就是冻很久了 然后你看是整个人的朝鲜 它应该是刚刚才拿出来的吧 有点新鲜 我要吃比较好 可是我们怎样的还是要试试看 因为可能卖像不好味道 OK 这个价钱其实是38.8 残的四到宝 这个价钱其实要想贴地啊 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 其实更低的都有 所以我们就猜看它到底会过过这个价钱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全部去拿完材料 我们再跟大家试试看看 它的海鲜其实就只有6种的选择 然后就是两种贝类鱼啊 选择还蛮少的 然后看了就是蛮不新鲜的啦 它也不会让人想去拿很多的感觉 所以我就拿这边这样就够了啦 所以自己有炒饭的哦 所以我是觉得 我每次去吃Buffet都会吃炒饭啦 还有它的蛋 看起来是OK的 看起来是OK的 看起来是很好 OK 所以现在我们拿到的东西都是我们 看到什么就拿出来 其实拿蛮少的 因为通常自助站就是 拿越多越好嘛 就是有一种想回本的心态嘛 但是这边就是让人家 都不会想拿多 而且我们还没有试东西 可是看起来就还好耶 就之前来我们是蛮期待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早餐 看起来就蛮直接来吃了 可是来到这边就直接瞬间爆掉了 我们一直希望那个评论是假的 我们一直希望它是假的 可是一进来就有那个味道啦 就是alline的评论我觉得还蛮可靠啦 它这个1.9分其实还蛮真实的 它不会费 1.9分 OK啦我们菜食物啦 那这样慢慢一次 我们会慢慢把它加分看 看它的食物能不能救回它的店啦 所以我们现在是适合它的盘啦 我吃的时候是有一种 你知道猪的味道吗 那你这个就是猪骨汤嘛 对吗 猪骨 真的有那种味道啦 就臭这样啊 我的汤在麻辣来讲算是蛮错词的哦 我从刚才西部就觉得很香啊 然后吃味道来讲 其实真的是错词的 我会接受这个汤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很好不过会有一种 你看看我不会怎样讲那个味道哦 都讲臭哦 我不想试 真的真的有一个味道哦 哦我不管你讲的 有点 更加味 不是啦 就是 就是看酸味 酸酸的就是有点 酸味道啊 麻辣就还好 真的不错了 好喝我们真的是这样好喝 现在全部肉也煮好了 我们就是试试看它的肉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汤不好喝的话 煮出来肉也不会好吃哦 怎么肉筋 当然啦 这个人们最重要就是汤底 我的就是那个猪味啊 我也不知道怎样讲 我抽的猪味啊 我是吃不到猪味啦 因为可能我的汤底味道比较咸 它盖过那个臭猪味啊 可是它的口感来讲就是像是 零食猪肉 大家有个人懂我讲零食猪肉是什么 比如那种有很多 So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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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种 叫Socca 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 没有这个字 我的概念的Socca是塑胶而已 affix 是谁的嘴啊 这个 原来你是强人 海鲜味真的是很重 迫逼逼 贵 놀� knowledge 我不喜欢 不客气 很多沙 就是费准 一咬 Demokraten 就是费痴那种 粉粉的,就是很辣辣的那种 其实它这个有青菜嘛 虽然我不吃菜啦,可是我看到很多人讲 comment就是它的菜都是放黑黑的 所以现在就是来到我最不喜欢的区啦 就是青菜区 其实它这边有蛮多那种小小个像文石这样的虫啦 我不知道是正常的症状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对青菜其实没有什么研究 但是可以看得出就是 它全部都是干干的 我是觉得最好吃的是吃饱饭啦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它还是有 但是就是饱饱饱饱饱 我们讲实在那边吃最多的是这个饱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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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 不懂 還有這個 這是麻糬餅 我餐這個 我覺得如果30多塊有的吃這個來講 那算是不錯啦 這個會好 我等一下想吃 所以我拿這個多一點 我拿Hash Cream 好,你先拿Hash Cream 我拿這個啦 謝謝 我爽口味也這樣多Chocard 不過我家裡有一個吃這個 有一個這樣機器就好啊 我應該是可以每天這樣拿Chocard來喝 可惜這個是外面的外皮感 應該是這個是新的嘛 所以應該很硬 所以我好像在做苦工的 麻煩吃了吧 出來這樣 開心 所以我拿的Hash Cream 也是Chocard、Valina這樣 花糖、巧克力 這種東西的味道差不遠啊 就是到處吃都一樣 對,也是一樣啊 這也是拿Supply的嘛 我覺得這個還算是 你們能接受的東西自己 所以如果你想拿吃棉花糖 還是吃Hash Cream 你可以考慮可以這個價錢 竟然這邊吃到它吃完一爽 所以我們現在吃完了很甜點了啦 所以就先結帳啊 走出去了 我要快點結帳啊 我很多心理話想跟大家講 真的咩? 我們要面戴笑容先 不可以這樣明顯 至於... OK 所以我們很快就跑出來了啦 因為其實它東西是真的是不算好吃 可是服務是蠻好的 很多人講它的員工很露 其實我們感覺到那是不會啦 其實還感覺到他們其實還蠻親切的 很多東西都會access我們 就笑笑很有禮貌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服務這一點不準 可是食物保持是準的 而且是很不新鮮的 可能沒有人的關係 所以他們沒有一直換東西 所以如果我講真的五粒星來講啊 我只是給一粒星罷了 Nini Nini Pan Nini Pan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吃賞 還不是 吃啥 可以去吃啊 沒有啦 不推薦啊 我們今天的這個 Word's Restaurant Review 就是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更差的餐廳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講 OK OK啦 沒辦法 如果你們要看我們吃 我們就知道吃給你們看啦 結束這個影片前 記得要按讚 分享 還有 訂閱 訂閱我們的頻道 OK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